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团长 我们的吴家梁同志 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 所有一路走来 从怡保 从半路松盖进来 一直都在下雨 来到安顺 风和乐丽 这显示出我们今天安顺有火箭 不但只改变看得见 连雨也暂时看不见 我们今天举办这个点亮码头照亮安顺的中秋节晚会 寓意非常深厚 也有很多东西要倾注 因为接二连三 不但接二连三 连四连五连六 我们很多孙爱部落 咖匠的监狱 一直来信 说要扩建 因为就来不够位置了 我们的巫统 党部 他们也说下个月的 meeting可以取消了 因为全部都进去苏爱部落 和咖匠监狱 他们索性就在里面 开一个team building好不好 他们不用准备食物啦 我们可以帮他煮一煮咖喱 今天咖喱吃少一点 咖喱汁零少一点 可以送去咖匠监狱 等巫统 举办team building的时候 我们送给他们好不好 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今天其实是 Bong Motta Bong Motta 的下判日子 原本 作为一个前联邦部长 沙巴的巫统主席 被判 做被判 贪污醉成是一个很大的新闻 但是 被我们之前的 首相和地狱夫人 的新闻被盖过了 大家知不知道 前几天 Rosma 被判罚多少钱啊 9亿令吉 所以他们流泪 是一个很匪夷所思的事情 为什么匪夷所思 因为你想想看 一个贪污了12亿的人 为什么要酷包 12亿是什么概念 Auntie 你今天 每一天我罚你啊 叫做惩罚你 每一天要用100千 100千马币 是什么概念 一天不是一个月啊 一天用100千马币 你总共要花34年 才花得完 刚刚好花得完 我不知道哭什么 就算法庭判了他 坐牢10年出来 还要很辛苦的 每一天花 100千 一个月要花300多万 才勉强在他死之前 用完那笔钱 为什么要那么伤心 这显示出什么 他不单止滥权 他还以社会脱节 一个人以社会脱节 为什么我这样讲 因为Nazib在26岁的时候 就当任国会议员 过后做中午大臣 做联邦副部长 做部长 做副首相 做首相 20多年来 都要过着大鱼大肉的日子 所以对他来讲 贪12亿 对我们来讲是天文数字 每天花100千 花不完 对他来讲 只是凤毛麟角 所以他的女儿第一句 第一个 如果第一个 放上网 就说 我很伤心 因为我的爸爸 不能够再喝到 Satabat的 Makkiato 就是说 这班人 已经以人民脱节 应该把 很久很久 参与政治 就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 大鱼大肉 所以一点都不需要伤心 所以我们才 在今天举办了 这个中秋晚会 我们也感谢今年的 老板 什么名字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赵永成老板 做了这个 全马来西亚最大的月饼 来共襄胜举 来隆重其事 来普天同庆 把这般 贼全部送进我们的基劳 我后遇 今天 可以 大家一起来 高歌一曲 来普天荣卿 来庆祝一个那么值得高兴的日子 所以大家不要拘谨 伤心的不是我们 我们应该要感到高兴 因为 终于马来西亚历史上 在司法上面 正义得以彰显 无论是谁犯罪 天子与庶民同罪 都一样能够 会把他送进监狱 我再讲多一下 他们不是简单的犯下 贪污赤钱罪 很多马华民政 在台下跟你睡一睡念 跟你讲 贪钱罢了吗 吃钱罢了吗 真的是罢了吗 我告诉大家一回事 为什么 Rosma会被抓进去 很简单 他不单只是吃钱那么简单 他是顽固 马来西亚一代人的命运 Rosma在做地狱夫人的时候 他是作为Bermater 的一个主系 意思是说 Bermater是一个组织 培养更多的乡区 老师 下乡服务 把马来西亚 更贫穷的孩子 交上来 也因为如此 他靠着这样的关系 因为沙拉越沙巴 不像我们这里 也容易拉Cable 因为没有Cable的关系 所有太阳能电板的这个Project 原本这个太阳能电板的Project Solar Energy就是要靠阳光发电 让沙拉越的内陆地区 的孩子 可以有电 可以用太阳能发电 来上课 所以不是吃钱那么简单 朋友 他是把这个12亿 放进袋子里面 满足自己的私欲 是抹杀 是杀害 是屠杀了 马来西亚下一代人的前途 我们稍微有两只都知道 你不单止吃了钱过后 不单止只是少一 国库里面少一点钱 而是这一般贫穷的 马来西亚子民 马来人 华人 卡大三人 永不见天乐 如果这12亿没有被吃钱的话 我相信沙拉越 接近300家的内陆 我刚才查了一下 300家内陆的学校 就会像安顺的码头一样 点亮起来 所以大家要珍惜 民主不是从天掉下来的 不是说抓了几个 贪官送进监牢 国家就干净了 一直以来 大家都觉得 所有的发展 所有的民主 都是从天掉下来的 所以大家 我呼吁大家 今天普天同庆过后 接下来要做什么 接下来我们将面临下一届的大选 大家不要认为 投不投票不重要 投谁都一样 这是很大的降投 假如五年前 我们没有把这张神圣的一票 投给希望联盟的话 今天 你以为你们可以坐在那么舒适的地方 普天同庆吗 可以吗 不可以啊 为什么不可以 因为如果不是把这张条 投给希望联盟的话 外宾尼可敏也可能会 因为莫须有的罪名 送进监牢 我们的码头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都还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呼吁大家 改革是 非常长远的路途 所以呼吁大家 下一届大选 可以不可以把票投给希望联盟 让这个希望维持下去 让改革维持下去 好不好 好 我的演讲就到此这里 谢谢 谢谢 谢谢